尿尿的时候泡沫多,难道是得了肾病? 蛋白尿是慢性肾病的典型症状,蛋白尿的形成原因与肾小球的屏障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做普通尿常规检查即可测 临床症状多鉴于泡沫尿、下肢水肿、高血压、多尿、血尿、浓茶样尿液。并发症多营养不良、感染、肾衰竭等。 肾小球滤果膜因炎症、免疫、代谢等因素损伤后滤果膜孔径增大,断裂和静电屏障作用减弱,血浆蛋白质特别是氢蛋白滤出,超出尽端肾小管重吸收能力而形成的蛋白尿。 若肾小球损害较重,球蛋白及其他大相对分子质量蛋白滤出也可增加。 男人小便有泡沫是肾脏病患病早期信号,一般出现蛋白尿时小便会产生较多泡沫。发现泡沫尿时要及时检查。 肾脏疾病患病早期有小便一场,尿量过多或过少都是不正常的。正常人的尿量为每日1000至2000毫升,平均为每日1500毫升左右。 无论尿量增多还是减少,都可能是肾脏病的表现。特别是夜间多尿往往是肾功能受损的早期信号。 一般要做尿蛋白定性,定量检查和尿蛋白电容等,尿蛋白定性试验阳性。 或尿蛋白定量超过150mg24h,大量尿蛋白大于3.5gd胃肾病综合征,24小时尿蛋白小于3.5克胃肾炎,以蛋白尿疾病为肾病,血尿起病为肾炎。 平常多注意高蛋白饮食,多选择吃一些优质蛋白质食品。不能激烈运动,重体力活。不能吃生冷寒凉食品。 病因。 病因。 1. 肾性蛋白尿。 1. 肾小球性蛋白尿。 1. 肾小球性蛋白尿。 限于各行 即发性鉴语等自身免疫性疾患 糖尿病肾病 子电性肾炎 肾动脉硬化等 代谢性疾患渐于痛风肾 根据病变率过膜损伤程度 及蛋白尿的阻分分为两种 1. 选择性蛋白尿 以氢蛋白为主 并有少量的小分子量蛋白 尿中无大分子量的蛋白 1G 1A 1M C3 C4 半定量多在 典型病种是肾病综合征 2. 非选择性蛋白尿 说明肾小球毛细血管 必有严重损伤断裂 尿中有大分子量的蛋白质 如免疫球蛋白 补体 中分子量的氢蛋白 及小分子量蛋白质 尿蛋白中 免疫球蛋白氢蛋白 也比值0.5 半定量为 定量在0.5到3.0G24H之间 多鉴于原发性肾小球疾病 出现非选择性蛋白质性肾小型肾小型肾 出现非选择性蛋白尿提示愈后较差 剧烈运动 长途行军 高温环境 发烧 严寒环境 精神紧张 充血性心力衰竭等 也可出现蛋白尿 2. 肾小管性蛋白尿 最常见各种原因引起的兼质性肾炎、肾静脉血栓形成、肾动脉栓色、重金属炎类中毒等 3,肾组织型蛋白尿 又称分泌性蛋白尿 由于尿液形成过程中,肾小管代谢产生的蛋白质渗入尿液中所致 2,非肾性蛋白尿 1,体液型蛋白尿 又称液出性蛋白尿 2,柔多发性骨髓流 2,组织性蛋白尿 如恶性肿瘤中蛋白质、病毒感染产生的宿主蛋白等 3,下尿路 3,蛋白质混入尿液引起蛋白尿 3,健康 鉴于泌尿系统感染 泌尿道上皮细胞脱落和泌尿道分泌粘蛋白 3,病史 4,病史 5,过敏性子电史 5,损伤肾脏药物使用史 6,重金属盐类中毒史 7,以及节地组织疾病史 7,代谢疾病和痛风发作史 8,体格检查 8,注意水肿及将膜腔肌液情况 骨骼关节检查 贫血程度及心、肝、肾体征检查 8,严底检查 吉性肾炎 炎炎炎炎正常或轻度血管痴乱 慢性肾炎炎炎炎炎炎 动脉硬化、出血、肾出等 汤尿病肾皙 常常出现汤尿病研底 实验室检查 尿蛋白检查可分定性、定量检查和特殊检查 1. 定性检查 最好是沉尿,沉尿最浓,且可排除体位性蛋白尿 定性检查只是筛选检查,不作为准确的尿蛋白含量指标 2. 尿蛋白定量检查 3. 尿蛋白特殊检查 3. 尿蛋白特殊检查 尿蛋白电容检查,可分辨出选择性蛋白尿和非选择性蛋白尿。 多发性骨髓流的尿蛋白电容检查对分型有帮助。 核素免疫分析法测定对早期肾小管功能损害的诊断帮助较大 3. 尿蛋白尿 蛋白尿是各种肾病所体现的一种症状的体现,目前很多孕妇患者也都出现了这种现象,但是很多患者对蛋白尿怎么回事并不了解。 4. 如果怀孕女性出现这种现象,就要提早治疗了,否则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会致命的。 5. 临床治疗 在临床上肾炎患者出现蛋白尿时,一定要去正规医院进行正规治疗,治疗方面主要包括一般治疗和药物治疗。 一般治疗又包括患者应当进行饮食以及作息上的控制,肾炎患者在饮食上应当进行低炎、低脂、优质蛋白饮食,所谓优质蛋白质的就是蛋类、奶类以及瘦肉等。 5. 患者在饮食上应注意避免吃一些辛辣、油腻或者其他具有刺激性的食物,可以适当吃一些富含纤维素以及维生素的食物。 5. 肾炎患者出现明显的水肿和高血压时,应当注意适当限制纳炎摄入,每日炎的摄入量尽量小于3克。 6. 同时应当少吃各种盐类的腌制品以及咸菜,建议患者应当注意保持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当患者出现病情急性加重7时。 7. 应当进行适当休息,避免过度活动,以免患者出现病情波动。 7. 当肾炎患者出现病情处于稳定期的时候,鼓励患者进行适当体育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患者抵抗力,利于患者病情恢复。 8. 同时肾炎患者还需要在正规医院专业医生指导下,应用相关药物来控制患者病情。 9. 如患者可以选用血管紧张素转化免疫之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II受体结抗剂,来进行治疗,必要时,还当应用糖皮质激素进行免疫抑制治疗。 9. 最近丁丁发起了一个晒出你心目中女神的比赛,丁友们可以前往丁丁好意的丁友社区,晒出你心目中的女神,最终点赞最多的丁友可以获得丁丁送出的礼品哦。 9. 本文作者,叶永俊。 9. 就职人民解放军第169医院,主治医师,全国南科科普咨询专家顾问,中华南科病研究会会员,中国生殖健康协会会员。 9. 擅长阳尾,遭泻,性功能障碍,一经短小,包皮包经,性冷淡,射精无力,龟头炎,高丸炎腹膏炎,前列腺炎,经锁静脉曲张,肾虚等病症诊疗。 9. 继续炎腺炎